鬼王之焰爬塔活动已经开启好几天了 大家爬塔刷玉魂刷得开心吗? 下周三更新后 鬼王之焰专属boss姥姥火也将上线 总共四位男姥姥等着挑战 目前体肤已经开放了两位 赶紧来看一下怎么攻克这次的boss吧 姥姥火挑战并非退职冲绑 而是类似海之旅通关boss拿奖励的模式 如果不清楚海之旅活动是啥 可以搜索我之前的视频 此类活动boss难度有不同等级 简单和普通能轻松过关 拿到黑弹碎片等奖励 成功挑战困难模式后 还能获得金币与活动积分奖励 首次通关即可拿满奖励 不需要重复刷 虽然有排行榜 但是并无排行奖励 可以照着榜上大佬抄作业 此类活动还有一个特色 就是可成长性的buff 商店中每天会开放信仰之幼购买 每天活动积分可以购买10个 勾玉可以购买20个 每层信仰之幼都能提升攻击防御 达到特定层数还能获得 消耗鬼火减2等强力增益 由于boss并不限制挑战时间 最推荐大家等到最后一天 buff层数累积到最高 再去清完所有boss 这样活动体验会愉快很多 如果准备从第一天就开始刷boss 那么推荐值只要花200勾玉买20层buff 毕竟鬼火消耗减2太重要了 如果准备最后一天清boss 那么可以只用积分购买buff 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前两位姥姥困难模式下的特点 还有他们的攻略方式吧 简单普通俩难度 在高层数buff下 闭眼都能通关 迷火姥姥会召唤超级肉的灯笼 且灯笼存在期间自身减伤90% 所以让他放出灯笼就基本机器了 阵容推荐用一速妖情狮 二速鬼王九吞 心眼荒骷髅仇女 真女鬼灵哥姬小小黑 雪幽魂青鸡或第二个妖情狮 开局第一回合 秦师拉小小黑破棒金盾 轻击冰冻管弧 利用鬼王九吞大招烧雪 降低小小黑血量 第二回合依然是破棒金 轻击控过 第三回合 秦师拉丑女放草人站位 防止灯笼被召唤出来 迷火姥姥速度在240左右 邀请师和鬼王九吞都推荐快过这个速度 然后邀请师标记小小黑 一路砍砍砍就可以了 完整的通关挑战演示会放在视频最后供大家参考 然后是第二天的战火姥姥 难度比凝火姥姥稍高一点 特点是80%概率闪避普攻 且受到群体伤害大幅减少 推荐用近天欲早前 零路欲前 这样随机伤害的伪AO意识神来打 困难模式下的战火姥姥自带损血加暴击减伤 欲魂还有镇木兽 爆发很高可能会秒人 所以要速战速决 阵容推荐用招财灵幼或招财琴师 血幽魂清机 招财圆节神 心眼荒骷髅丑女 真女鬼灵割击近天欲早前 战火姥姥血量很厚 需要敌方鬼王走吞帮我们烧掉他的血 所以如果近天欲早前特别殴 直接杀掉鬼吞的话 可以考虑重来 开局连战火姥姥标记草人 剩下就没什么可以说的了 挂机就完事 圆节神七层猿 可以让近天欲早前连续放两个大招 所以只要结缘速度够快 就可以降低欲魂要求 以上就是明火战火 两位姥姥的体肤体验 等下周三正式服上线的时候 鸽子会给大家带来完整版的姥姥攻略 如果觉得本视频有用 欢迎大家点赞投币收藏 一键三连 想要看到我更多视频 可以在B站微博微信公众号 百炸号头条等各个平台 关注我艾特哥海城路 我们下期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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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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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